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来自温哥华开实体化妆店的Christina也将分享自己的美妆心得 上周跟观众朋友分享过一名理发师却也是摄影师的很多风光的作品 行走在路上其实真的是有万种风光的 旅行的途中少不得要拍照片 那对于摄影发烧友的旅行来说 拍照就是旅途上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来自北京的王辉就为喜好摄影的旅游者开发了多条特别线路 不仅能拍摄到常人轻易见不着的风景 还能收获令人回味无穷的不同寻常的经历 2004年王辉作为一名留学生来到加拿大 在魁省的康考迪亚大学学习机械工程 从学生时代起王辉就热衷于旅行 曾去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旅行开阔了他的眼界 丰富了他的人生 因为对旅行的热爱 王辉在从事过不同工作后 最终选择开办了一家旅游公司 把爱好变成了事业 人生嘛就得要多去经历 不断的经历才能丰富我自己 这样的话呢也能在整个的这个行走的道路上 给我自己带家带来更多的信心 所以我最终从事这个行业 然后呢也想把它一直做下去 王辉立足魁省致力于开发不同于常规的旅游线路 在初期的经营过程中 王辉的另外一个爱好和潜能 摄影被激发出来 他开始涉足摄影旅游 并逐渐将行社项目定为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 我在开始做旅游的时候 也是就是认识一些国内的这个摄影师 比较专业的摄影师 然后呢也是跟着他们去走过一些 就是说经历过一些拍摄的这个过程 所以慢慢呢我发觉 其实摄影这一块的话呢 我完完全全可以跟我自己的这个爱好结合在一起 行社呢顾名思义就是行走中摄影 或者我们坦白说就是摄影旅游 其实我在做这个事情的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比较偏重于摄影这一块 因为我从我们所以所接触到的这些客人 或者说他们这些摄影爱好者 他们每次其实出来以后 都对于自己能够拍到什么 包括呢我们能够去到什么地方 是不是合适的时间还有季节 其实这方面要求比较高 比起一般性旅游 行社旅游通常更深入 线路也更独到 需要考虑的环节细致繁琐 以王辉一丝不苟的性格和认真的态度 可以说为了每一条线路上的每一个细节 他都可以不厌其烦地投入时间和精力 直到问题得到完美的解决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这些旅游线路 但是呢我不想跟大家做同样的 而且因为我是要把这个摄影加到里面去 所以我必须得先设立一个大概的一个地理位置 接下来就是有一个选片的过程 从一些当地的摄影师 他们所拍的一些片子去筛选一些 从他们所拍的 他们的镜头里面所表现的这些场景 我来判断这个地方是否可以出片 或者值不值得去 然后的话呢 我就开始下一步就是要去踩点了 因为说实话 如果这个地方我自己本身没有去过的话 真的是不放心 从拍摄的机位到最后的这个操作 都要考虑进去 然后回来以后 我要重新把这个线路再完善 最后我把它做成一个非常 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行社线路 王辉在加拿大开发的几条线路 包括拍摄洛基山和北极光等 在市场上受到摄友们欢迎 也引起了同行的注意 纽约摄影学院中国行社俱乐部 就成为王辉的特约合作方 不仅帮他带来客户 而且帮他把行社线路扩展到世界各地 纽社在这个世界的影响 就摄影教育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有很多的这些学员 他们都是一个 就是愿意去参与这个行社的这个活动 我跟他们合作很紧密 基本上他们有大概四分之三的线路 都跟我有关系 遍布世界各地 比如说有像加拿大就不用说了 然后美国阿拉斯加 土耳其 新西兰 澳洲 还有冰岛 所以接下来的话 还有一些新的这些些线路 就是要有时间的话都会去做 然后的话呢 就是我呢 还是负责操作和线路这一块 再加上随着做这个行社 越来越多 会有其他的一些机构 可能会找到我啊 或者说希望这个将来 有些什么样的合作什么的 所以这些行兴点点的 也慢慢地在进行 现在的王辉 终于一年四季都行走在不同的旅途上了 过去旅行是放松和享受 现在更多的是工作和责任 拿六月份的洛基山来说 那个时候 洛基山的这个日照时间非常的长 所以我们要早上四点钟起床 十一点回九点 每天的这个工作时间非常的长 然后呢就是除了拍片 我们晚上还会有 可能会有给大家讲评 评片 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还会有一些课程 比如说打个比方极光 我们会在这个拍摄之前 首先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些注意事项 怎么去拍极光 去注意一些怎么样去 根据极光的强度 去调节一些参数 你说实话 我真的是愿意去一些 没有去过的地方 就是多去开发一些线路 但是开发线路的话呢 真的需要做很多的功课 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在旅游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摄影 王辉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 他不仅继续在旅途上收获精力 还从每一张千辛万苦拍来的照片中 收获礼物 每点开一张照片 王辉都可以滔滔不绝 细意盎然地讲述他后面发生的故事 这张诺基山孟年湖的星空尤其让他动容 晚上我们当到达这个地方以后 就觉得真的跟想象的不一样 这种黑暗 其实无形中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恐惧 因为我们有灯打着 然后呢就顺利地就爬到那个小山坡上 那个就是我们就准备拍摄一个星空的一个场景 我们拍完这个以后所有东西都说好了 结果呢我们一回头中央下山 发现在这个星空的反方向 哎 漫天的这个五颜六色的东西 真的想象不到我六月份还能看到极光 而且是在这个孟莲湖这个地方 真的是当时是被震撼了 就想一定要把这个场景要拍下来 从事摄影也好 或者说从事行射也好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就要发生什么 有很多的惊喜在后面 但是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 如果你就是参与这个行射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呢 当你慢慢地培养 用一个摄影的眼光去看世界 去看你所有的这些风景 包括生活 其实你会发现 美好的事物越来越多 人生匆忙短暂 坚持信念何其重要 付出努力后 梦想得以实现 收获的远不仅仅是一份成功的事业 所有参与的这些团员 营友 他们最终有所收获 是让最享受的 就每走完一个行程 其实彼此相处这么多天了 之后都会成为朋友 交了很多的朋友 而且呢这些朋友就是说 我觉得是有一个靠摄影 把我们大家凝聚在一起 然后又靠一些经历 让我们在这个人生中的某一段吧 就是说大家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经历 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有一个丰富的人生 应该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旅游是实现这个愿望的方式之一 我们期待看到王辉 走在更多的风景之间 也期待看到他带领更多的人 在行走当中拍摄 拍摄当中旅游 好 观众朋友 节目第二部分 我们再见 感谢观看